所罗门群岛的总理一结束访华就发表了一个爆炸性的言论 矛图是直指美傲 似乎有我们中国撑腰 这说话也硬气了 他说如果说我这边再爆发骚乱的话 将首先向中国求助 从中国起飞只需要九个小时 就能让部队降落在这里 欢迎来到张明观察 根据参考消息网的报道 所罗门总统索加瓦雷回到首都之后 针对美傲的指责 他就说了一番话 他说在中国期间和中国签署了多项协议和备忘录 其中就包括一项警务合作计划 加强在执法和安全事务上的合作 中国承诺提供必要的支持 以加强太平洋国家 就指他自己警察的执法能力 而且他还指出 美傲以狭隘和协谱性的外交手段 针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警务合作 那会导致邻里之间不和睦 这纯粹是干涉别国的内政 中国不曾侵略或者殖民任何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和美国不应该害怕中国的警务支持 不要说这个索加瓦雷呀 他也强调了另外一面 他说这个澳大利亚呀 新西兰那和其他太平洋国家 依然是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合作的伙伴 如果这个所罗门群岛再发生骚乱的话 会首先向他们求助啊 那么所罗门群岛呢 和中国他也有长期的安排 如果在从周边国家获得帮助的过程出现了延误的话 那么从中国起飞只需要九个小时就能让部队降落在这里 所罗门群岛必须摆脱依赖他人的枷锁 要说这个索加瓦雷这话说的还真是够硬气的 所以有人就评论说嘛 他这番发的这个言论啊 那他一举有爆炸性了 咱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和今天 再看一下今天啊 这个和其他的南太平洋国家地区 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一样啊 所罗门群岛呢一直被这个昂萨族群的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啊等等当成了自家的后院啊 这里呢也是美澳大利亚控制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咱别说军事方面了 你看就连这个治安啊警务啊都控制的严严的 这所罗门群岛这边的警察平时没什么警察 真要出点什么事 那澳大利亚警察直接就进去了啊 所罗门群岛啊 他这个地方一共有70多万人 你别看这个人不多 地理位置啊非常重要 而且呢他的70多万人吧 他分在不同的这个岛上 这内部还分成两大派啊 这个经常发生骚乱 所以这个加强他自己的警务能力就非常的重要了 如果从长远的布局来看呢 我们确实要把我们的影响力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区了 那从现实来看啊 我们就看眼前看直接能看得到的啊 你看现在这个美国啊 围堵对抗我们中国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节奏往前推进的话啊 在南太平洋地区呢 我们能把我们的影响力这个辐射出去的话呢 这个呢就能对美国围堵和对抗我们形成有效的反制 那么从长远上来看啊 我们不是说只盯着美国要跟他斗气要跟他斗 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我们长远的发展来看 要打通和南美的海上通道 因此呢 必须就要和南太平洋这些国家搞好关系 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也是我们要支付的发展成本 不过呢 这个地区啊 历来这变化是太多了 它并不稳定 而且这个形势你真不好说 今天是这样 明天说不准就是什么样了 我们也不会像美国澳大利亚那些国家一样 介入别人国家的内政 就是说咱们现在和所罗门群岛搞的景物合作的具体内容 咱们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估计也还是限于这个培训啊 训练啊 等等这些范畴 我们不会直接介入人家家的内政的啊 这个但是呢 只要有这么一个合作机制在这边 我们呢 也就有了这么一个抓手 至于说索加瓦雷说的这番话啊 听起来真的是硬气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呢 也是借我们中国和美澳在这边讨价 还价啊 至于他所说的那个话啊 从中国起飞只需九个小时就能让部队降落在这里 那这话带有明显的这个情绪化的这种渲染色彩 要把这个气氛给轰起来啊 要把这个架势给摆上去啊 这就是把我们当成筹码和对方去讲价了 不过咱们换一个角度想想吧 别人能拿我们当筹码 说明我们有了实力 别人借我们的力 我们也可以借别人的力 这个呢就是利益上的一种对价 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 但是我们一定会坚持这个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别人内政的这个根本的原则 我们中国想要发展呢 势必就要把影响力辐射出去 那给别人带来好处 它很可能有我们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们呢也会非常的慎重 该坚持的原则一定会坚持 尽量回避风险减少成本 待会儿